果然是一方水土养一方熊 没想到小乌拉连声音都这么粗 听着声音小公主私底下是烟酒都来的 小乌拉出生59天后开始练习走路 肉呼呼的充气小猪伸着大长腿不停扑腾 小乌拉努力许久才终于挪动了一铃铛 只能说不愧是战斗民族小小年纪就一马当心 前几日莫斯科动物园还给小乌拉做了体检 小家伙胖到无奶爸一只手抱他都很飞紧 恐怕小乌拉打娘胎里就开始健身了吧 并且单从长相来看就绝对是战斗民族的公主 当初小乌拉刚满月时的长相颇为潦草 黑黑的嘴桶一头炸毛像极了搞科研的科学家 还有最为特色的俄罗斯方块黑眼圈和紧实的肌肉 各种指标直逼俄罗斯特种兵 如果说小乌拉是俄罗斯狂野派公主 那远在韩国的双胞胎瑞宝辉宝则是甜美系爱豆 两小只都身穿软乎乎的蓬蓬裙一看就很好用 其中瑞宝长相酷似韩国顶流女龙心腹宝 低流元的大眼睛同款嘴筒和焦糖色外套 简直就是姐妹俩共用了一张脸 并且瑞宝非常喜欢和爷爷一问一答唠口撒娇 乖巧的小模样直接融化皮密外衣们的心 或许是感受到猫粉们的热情 瑞宝卷起舌头笔了的爱心还发送一个瘟 恐怕韩国爱豆的技能早就刻入小家伙鼓子里 而瑞宝妹妹就表现得更为活泼好动 与姐姐走甜美爱豆路线不同 她迷上了拳击 每天不是在爱女士怀里疯狂出击费妈妈 就是在用狗叫吓唬爷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甚至有次竟直接穿飞了福宝姐姐的熊猫玩偶 恐怕灰宝就是性格火辣辣的小辣椒吧 相比之下小乌拉虽然是战斗民族狂野派公主 但令人惊奇的是她脚后跟竟穿着白色波点 并且尾巴也比较长 尖尖上还带着一点黑色 仿佛出生前精心打扮过一番 或许小乌拉只是声音粗了些外表潦草了些 内心还是像公主一样非常甜美可爱 但小乌拉父亲是官方认证的狂野战胸人 母亲则是血统纯正的野猫后代丁丁 不知小公主长大后是否也会入乡随此 给大伙展示盟女搬水桶呢 眼前这只包子脸大美熊 就是基地之花北川 北川出生于2006年 四岁时饿到独闯狼窝把狼家幼崽当典型师 后来被寻仇的狼群下了江湖追杀令 北川一边跑路一边躲避狼群攻击 大喊狼仔的命是命 我堂堂国宝大熊猫就不是命了吗 最后狼群直接把北川逼至悬崖 打算一命换一命 谁料两脚兽不讲武德选择拉偏价 狼群只能眼睁睁看着罪魁祸首被送走 不甘地发出嚎叫表示这个仇我记下了 由于北川受伤太重加上营养不良 最终两脚兽努力抢救了20多天 才总算保住他的小命 因为担心北川回去会继续被狼群追杀 所以康复后没有放归野外而是给了他编制 对此考编三次才上岸的高老也表示不服 愤恨地咬了一大口损损 虽然北川在基地成功安了家 但这样命悬一线的遭遇 绝对是他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然而北川的冤种邻居雅丽 得知他偷吃狼仔被追杀的事迹后 当即掏出去广州出差时学到的压箱底技能 天天晚上学狼叫吓唬北川 不得不说雅丽是懂得如何制造恐怖效果 而北川作为血统纯正的野生大熊猫 原本基地想使劲耗让他努力造娃的 所以北川每次正常发情时 基地都贴心为他准备了各种身强力壮的美男熊 谁曾想每次北川享受完就直接潇洒离去 想让他生孩子们都没有妥妥一枚扎女 所以北川连续多年甲运基地期望年年落空 因此江湖人称甲运天后 北川来到基地13年共怀孕生产两次 第一胎是个混血女儿名叫川仔 南方来自陕西据说嫌疑爹是楼阿宝 可由于这或是第一次生娃没有经验 竟无法理解自己生出来的这坨东西是什么 于是对川仔又吼又叫还想攻击宰宰 为了幼宰安全专家只能带走宝宝另想办法 刚好萌萌在基地生下双胞胎闺女萌宝萌玉 于是抚养川仔的重担就交到了他身上 好在萌萌母性很强把宰宰都照顾得很好 而北川的第二胎则是北辰和北辖 他们的爹也来自陕西市七宰的邻居乔乔 据说当时两熊相亲时还发生了一件趣事 按照惯例基地会奖励男熊一枚是后果 然而当乔乔拿起苹果坑得起劲时 北川努力伸出小短胳膊想要抢过来吃 乔乔有些无语赶紧逃离到安全区域 果然是胳膊用十方恨短 闲暇时间北川除了吃吃喝喝 还喜欢挂在树上看隔壁奶乎乎的小宝宝们 网友还给他起名宿管阿姨 看着北川一脸一母笑 原来他不是不喜欢孩子只是不享受 如此貌美又古灵精怪的大熊猫大家爱了吗 瑞宝和辉宝到底有多费送业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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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